林志颖妈妈林金花,弟弟林志兴昨一同出席与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合伴的新词传爱慈善活动,她把近340万的义卖所得全数捐出来回馈社会。 林志兴说自从哥哥被好心人从车祸中救出后,让本身就有在行善的妈妈,更有动力投身公益,感念善的循环。 林金花也欣慰说,儿子目前已康复八成左右。 小智19岁的时候,我有跟她讲,你开车是开车,但是要小心,为什么我说要小心,我做妈妈的心态就讲说,妈妈的皮屋帮你生的好好的,你不可以把我弄破哦,我是这样讲的,结果,没有想到去年,她整个皮屋完全没有破,但是把骨头弄破。 对,她有做到,她有做到,她有做到,林金花姐那时候应该非常的担心,担心车祸,这个是党免,但是我会有刺心,我会没有,一定有。 对,她没见过来,你不太担心,碗自己不太担心,对,她有了。 她有那么滑我们把骨头关掉,特别像例子,有谁会有那么大的,一样才能回散开车,